欢迎来到小九聊剧,今天小九带来 《腋下之追七路漫漫》第74-80章 醋一翻涌,她疯狂索取,热烈又畅快 提起裤子不认账的渣女,火上浇油,赵母娘的眼光 谢霄看着万倩,眼神轻吩寒击 她对今夏的确有那么点意思 但还没到了强行夺爱的地步 况且,方才今夏已经在路易和万倩之间做了选择 就算她一整晚都不怎么理会路易,她还是本能地要跟她走 万倩一路喋喋不休地和谢霄说着话,看似与归附相关 实则只是为了透露今夏的行程 明年归附再必是成立新公司 路易和今夏之间必定要经历两地分居的考验 谢霄闭着眼睛假妹,她了解万倩的性子 也听明白了她想表达的意思 但她现在不想接她的话,在今夏没有明确表达出对路易的其他情绪前 她不急于动手 路易带着今夏回家 一路上,她都安安静静地歪在她肩头睡着没说话 她揽着她的腰,眼神落在她的眉眼上 心里说不出究竟是什么滋味 归附的发展好像越来越好 他们之间的感情也在平稳发展 仿佛一切都在她的预期里没有走歪 可她就是觉得今夏不一样了 她总是在忙,不忙的时候就抽空回去看父母 帮忙准备年货 安静的车厢里,今夏喃喃地咕弄着喊了句路易的名字 路易轻声凑近了,想听清楚她想说什么 低头揽着又问一句 她喃喃地恩了一声,继续握在路易怀里睡着 路易笑着低头吻她的额发 只当她是睡得迷糊了 今夏懵懵睁眼 低垂的长截遮住了她的眼睛 她刚刚睡着了 做了一个短暂的梦 梦里,归附敲钟上市 路易离她越来越远 她得到了归附成功带来的经济收入 但和她已经走上了两条路 她出声喊她 是才发现是一场梦 最近一段时间她时常做这样的梦 她也心勃勃志在事业的发展 而她更渴望她能稍等一等她 不要只顾着归附 也回头看看她 可是这样的话 她现在说不出口 她们之间似乎也没有时间商量这个问题 归附的发展 于她们而言 就像是牛郎和之女中间隔着的银河系 让她生出种不敢轻易尝试的畏惧 车子平稳地驶入酒店 今夏慢慢地支着身子坐起来 降下车窗吹着风 停好车 路易绕过车身过来给今夏开门 她摇晃着身子下车 扶开路易伸过来 要扶她的手自己 亮呛着往电梯间走 路易知道她在赌气 但是到底为什么 她并不知晓 路易跟着今夏上楼 一边护着 一边纵着 她像个小孩子 嘴巴憋着 脑袋偏着 就差把情绪直接写在脸上了 电梯里 今夏躲在角落里 脑袋抵着墙角 不理路易 路易跟在她身后 抬着她的脑袋 隔在她与电梯之间 她负气地哼了一声 身子却没有动 回到房间 今夏仍气鼓鼓地 撇着嘴 一副不想理人的模样 路易给她一杯温水 她眼皮子也不抬一下 路易一掌扣住今夏的手腕 把人拽回来 她放下杯子 耐心地把人拉到腿上做好 心情不好 还是生我的气了 她低声又哄 想借着她的几分酒意 与她好好说会话 今夏低头不语 眼睛微微半合着 像是要睡着了似的 其实她自己也不知道 自己在别扭什么 上次关于见不见家长的话 她心里已经有了主意 可这会儿就是觉得不高兴 路易见她不说话 捏着她的下巴 认真地打亮着她眼神里 暗藏着的情绪 是因为谢霄 路易唯一能想到的关系 就是谢霄 她开始有点后悔 刚刚不应该只顾着工作 迟到了那么久 万倩和她说过什么 谢霄又在她面前表露过什么 她一无所知 今夏仍旧不语 无关谢霄 可说了又能如何 归父正式发展正盛的时候 她现在若是执拗着 要跟她聊感情 无疑是在给她添乱 可这份情绪 她又无人可诉 藏在心里 自己闷闷地不痛快 慢慢地消化着 路易眸色一沉 掐在今夏腰上的手 略略用了些力 今夏还没反应过来 自己已经分腿而坐 膝盖卡在了沙发的角落里 身体与她的紧密贴合着 不留一丝缝隙 忽然间亲密的动作 让今夏没忍住红了脸 抿着的嘴角 不自觉又敏紧一些 路易笃定 今夏的反常情绪 和泄霄有关系 她探唇 狠狠咬她的唇 碾压辗转 用了全身力气地撕磨 像是饿红了眼的猛兽 她的吻又快又狠 唇齿掠夺之际 咬得她嘴巴生疼 今夏抵着路易的肩膀推她 疼得呜呜痛呼 路易不松口 今夏也挣扎无果 她脑的张嘴 咬着她的舌尖 用力咬下去 男人的舌尖痛得缩回去 扣着她后颈的手 却依旧不松开 今夏气得失去理智 张嘴咬着路易的唇 狠狠用力 血腥气在唇齿间慢慢绽开 她痛得松手 她也瞬间酒醒了大半 谁叫你咬疼我的 她别嘴 气恼撑她 委屈又可怜 路易抬手摸着下巴 舌尖舔过被她咬破的嘴角 无声地笑了 今夏心虚 趁是想从她怀里逃开 刚刚本能的反应下 她忘了路易是个 很爱计较的男人 她敢咬破她的嘴巴 她就有办法 让她求生不能 察觉到今夏的心思 路易扣在她腰上的手 又用了些力 把人按进怀里 她嘟着嘴巴 把自己被她 咬破得纯主动地凑过来 今夏看着凑近的嘴巴 抗拒地往后缩了缩身子 她不想哄她 也不想道歉 本就是她有错在先 不能总是让她迁就她 我累了 想先洗澡 一起 不要 今夏 被拒绝的路易 微拧了拧眉 低声唤她 今夏不说话 垂着脑袋 仍是一副抗拒的姿态 她不打算跟她说话 今晚本想着 要冷一冷她的 结果莫名其妙地 又跟着她一起回来了 今夏暗恼 也回 但是已至此 她再说要离开的话 就有些过分了 路易轻叹一声 俯着今夏地被耐心哄她 她不适合你 她不适合你就适合吗 今夏负气回她 她没想到 自己的一句话 直接点燃了 路易心里熊熊燃起的度火 她还没意识到 发生了什么 人已经随着一阵天旋地转 被她压在了身下 以往亲热的时候 她也没有少折腾她 各种疯狂的 激烈的碰撞 让她既舒服又刺激 可今天突然间的动作 她心里的委屈 又被数倍地放大 她红着一双眼看着她 眼神凶狠又委屈地瞪她 路易无视她的眼神 染着血腥气的唇 又落下来吻她 手掌也不老实地 掐着她的先腰 上下起手 她似不满足于 隔着衣上与她亲热 温热的大掌 探入她的衣摆 把她的衣服 直接推至胸口 她的吻霸道又热烈 吻得惊吓 头晕目眩了好一阵 才反应过来 她没有要停下的意思 她气得推她 呜呜地挣扎着想要逃走 可她越是想逃 她就压得越紧 男人修长的腿 随着她的动作嵌入 与她以更亲密 无间的方式 压在沙发里 今夏渐渐停止了反抗 被她的吻 勾起了心里的情愫 回应着她的吻 也回应着她的激情 察觉到今夏不再反抗 陆毅压着她的动作 又继续深入 坦诚相对时 她肆忘了 又肆故意 没有去拿替 无意的亲密 让今夏也体会到了 男女云雨之情的畅快 她舒服地吟着 回应也更热情 陆毅的动作 忽快忽慢 今夏被她带着一会儿 直冲云霄 一会儿又缓缓飘落 她的头晕晕的 早就不记得 刚刚在和她别扭什么 习惯性地开口 换她老公 搂她更紧 觅食相贴着 房间里暖气开得足 不大一会儿功夫 两人身上都起了一层薄汗 豆大的汗珠 从路易额间落下 滴在她的眉心 惊吓闭眼 酸色与甜蜜一起涌上来 她忍不住想哭 喝了酒的人 情绪本就难以控制 此刻便也没有刻意收着 游着眼泪从眼角滑落 她不知道 自己究竟在矫情什么 就是莫名地觉得很委屈 路易低头 温柔地吻去她眼角的泪 耐心地放慢了动作哄着她 刚刚酒气上头的时候 她想着 干脆就这样 什么也不管不顾地和她在一起 是以动作 也不加收敛 是不是弄疼你了 惊吓摇头 眼泪又往外涌 不是身体的疼 是心里的委屈 可这份委屈应该怎么和她说 说出来她又要怎样回应 有种刚刚恋爱不久就缠着 要和她谈婚论嫁 非她不可的姿态 向她逼婚的意思 明明最初她也不是这样矫情的女孩 明明最初她也是心甘情愿与她恋爱 并不急着想要婚姻的态度 可现在 好像一切都在悄悄地发生了变化 她渴望更多 渴望与她朝夕相处的甜蜜 渴望她独一无二地呵护 等不到惊吓地回答 路易的动作不停 却明显比刚刚温柔了许多 激情最后 她快速抽离 没有给她留下怀孕的风险 理智到底还是占了上风 她现在还不能与她有孩子 不能在归父最关键的时候 给了他人可乘之机 感受到小腹上的温热 惊吓心里又失落 她怎会不知 她刚刚没有做任何错事的亲密 没有刻意地阻止 只是觉得过分的矫情 又或者 她心里也在暗暗期待着 她会跟她说些什么 用这样的方式 路易起身 抽着纸巾帮她整理 男人的温柔与耐心 又让惊吓心里生出的 那个小念头 纠结不已 她抬手遮住眼睛 眼泪更加不受控地往外涌 在舍与不舍之间 她痛苦挣扎 独自彷徨 要不要先洗个澡 路易俯身侧躺下来 手臂固着她 紧紧地抱着 沙发的空间有限 两人的姿态又格外亲密 惊吓干脆把脸埋进她胸口 小声的乌液慢慢地抽动着肩膀 别哭了 是我不好 不该计较谢霄对你的态度 路易俯着惊吓的后背温柔哄她 却不知她在意的根本不是这个 惊吓继续哭 她继续哄 哄到无奈时 路易捏着惊吓的下巴 抬起她哭红的小脸 浅浅地吻她的鹅角 眉心 吻她因委屈落泪而瘪着的唇 她紧咬着齿关 她便耐心又红 她最终还是拗不过 松了口 任她的舌尖滑入 顺着她的舌尖 细细地纠缠着 情至深时 她刚刚退下去的燥热 再次涌上来 这一次 路易格外地耐心 也格外地温柔 似是不大喜欢沙发里 狭小的空间 她起身下地 抱着她 一路稳着回卧室 惊吓得心里更难过了 这么好的路易 她舍不得松开她的手 舍不得就这样 和她无缘无故地冷落 分手 身体的柔软接触 让她的心乱了 眼泪也慢慢地流干了 就这样吧 这样等着她 等她和贵妇 同样辉煌的时候再说 欢爱结束 路易没有问惊吓的意思 抱着她去洗澡 她调好了水温放水 她坐在她怀里 等着温热的水流 慢慢地没过身体 她安静地窝在她怀里 闭着眼睛 自己调节情绪 情绪还没来得及整理好 倦意先上了头 她懒懒地窝着 意识有些模糊 路易替惊吓打着圈地 揉着淋浴露 脑海里渐渐平复下来的情绪 恢复了冷静 泄霄的出现 让她心里确实是有些慌 惊吓是她喜欢的第一个女生 也是她最能完全放下戒备依赖的人 她不会让她离开 也不会给她离开的机会 没有吃过糖的人不懂她的甜蜜 字也不会奢望贪恋 可现在她吃过了 就不想放开了 惊吓 我们领证吧 意识模糊间 惊吓听到路易说话 说了什么她没听清 只是无意识地恩了一声 以为这句只是路易随口说的什么话 路易搂着惊吓 脸颊贴着她湿了的鬓角 先领证 婚礼完两年再补办 这几年正是归父发展的重要时刻 我们都疼不开身操办这些事 嗯 那我年初四去拜访叔叔阿姨 行吗 嗯 惊吓是真的累了 耳朵里听着什么话都只是恩一句 路易笑着搂她 贴着她的鬓角轻轻地摸缩着 有些事她不想操之过急 她也想等自己功成名就之后再给她盛大的婚礼 让所有人都知道她的妻子是她 她的丈夫是她 可现在好像等不了了 婚礼可以延后再考虑 但是结婚证需得先拿到手 领证不是最稳妥能拴住她的方法 却是她此刻能想到的最安全的路 替金夏收拾好 她送她回卧室休息 怕吹风机的声音吵到她 她用光了两包纸巾 慢慢替她把头发一点点地擦干了水分 又替她套了一件宽松的大T恤 才把人送回被窝里 她低眸凝视她 唇边的笑意浅浅的 领证对她而言是件大事 对她而言也是 她想着应该找个见证人 起码要有人知道他们的婚姻 他们的关系 路易俯身吻金夏的眉眼 唇温柔地落在她闭着的眼睛上 仿佛世界都安静了 房门清河 路易轻手轻脚地往窗边的小书桌走 她手里握着手机 编辑文字发给了陈柯宇 这是她能想到的最合适的人选 也是最应该知道她和她将要领证成为夫妻的人 消息发过去 陈柯宇的电话很快就打过来 路易果断地按下挂断键 回消息 她已经睡着了 陈柯宇看着手机一脸无语 路易这人看着冷冷清清的 实则温柔起来让她也觉得有些腻歪 她没有回路易的消息 随手扔下手机继续回房睡觉去了 路易坐在书桌前开始起草婚前协议 归附如今的成功极为短暂 她看似拥有很多 但也存在很大的风险 归附成 则他们坐收名利 归腹败 她将又回到一无所有的穷小子状态 很可能还要承担负债的风险 她可以白手起家重新开始 但她不行 路易一字一句认真地敲下婚前协议 把自己现有的房产 车子 全部给了金夏 至于存款 她打算留下一部分之外 其余的直接转给金夏 做她的聘礼 聘礼是她的婚前财产 是她一个人的 不属于夫妻共有财产 即便以后有什么风险 也不会影响到她未来的生活 拟完婚前协议 路易又发给了以往的同学 让专业的律师帮她再认真检查一遍 她俯修过法律 也曾替人起草过协议 但是关于婚姻法条款 她知之甚少 做完一切 路易关了电脑起身 准备回房休息 或许是因为 刚刚发生的一切太快 令她的大脑亢奋着 没有半分倦意 她环璧站在落地窗前 看着窗外的江景 嘴角淡然的笑语 昭示着她此刻的心情 将要为人夫 将要有一个家 将要有阔别了数年的温暖 她很想绕着江边 痛痛快快地跑上几圈 期待 渴望 卧室里 惊吓已经睡熟了 她背对着房门 缩在被子里 只露了一颗乌黑的小脑袋 长发随意而凌乱地 披散在枕头上 路易轻手轻脚地 掀开被子钻进去 从身后缓住她的腰 熟人又轻易地 揽着她的腰 把人搂进了怀里 惊吓喃喃咕嚕 往她怀里蹭着 找了个舒服的位置 继续睡着 路易的嘴角弯着 没有睡意 但依旧还是贪恋 与她如此相拥的美好 晚安 老婆 第二天早上 惊吓还睡着 便被一通电话吵醒 她懒懒地探着胳膊 摸索着 从床头柜上找到手机 刚接通 电话那端立刻传来声音 惊吓也想不通 万千这么个大小姐 怎么没有睡懒觉的习惯 才七点多 就给她打电话 约着要出去玩 她闭着眼睛不想理她 没有特殊事情 她的起床闹钟 定在了早上八点 洗漱完下楼吃过早餐 上班刚刚好 这会儿 她的闹钟还没响 她的电话倒是先来了 我明天就要回去了 你今天带我去逛逛 你们这里的年会吗 谢霄说 你们这里周边的乡镇 有很传统的集市 我还没见过 那有什么好看的呀 大小姐 今夏简直欲哭无泪 真是城市里 娇养着长大的大小姐 乡镇的集市 哪里有什么好看的 没有大城市里的优雅环境 也没有商场里的空调暖气 这个天气出门 简直能冻死人 电话那端一通动静 随后便是房门清河的声音 今夏把头埋进枕头里 心里的泪如大雨滂沱 她这么个大小姐 怎么还真的这么一大早出门呢 还有那个谢霄 她从哪里听说了什么鬼急事 一大早的 还让不让人活了 挂断电话 陆一揽着今夏的腰 把人拽进了自己怀里 男人温热的气息 随着动作往她的脖梗里钻 身子也密杂杂地贴着她的 清醒后的今夏 没有任性的小脾气 顺从地由她抱着 可这样的顺从在陆一眼里 变成了她已经默认了 是陆太太的身份 今天我没时间 你陪万倩和谢霄去逛集市吧 嗯 今夏惊讶瞪眼 慢吞吞地偏头看着陆一 一脸的不可置信 她记得昨天 她对谢霄的态度 还有万分的敌意 怎么今天就忽然间赚了信耳 还准了她陪他们去玩 陆一低头看着今夏 手掌扶着她的后脊 慢慢摸缩着 等明天他们走了 我们一起回去看看爸妈 得他们允许的话 后天去领证 领证 今夏更加不可置信地看着陆一 仿佛看到了什么外星人 她怎么会忽然间提到领证的事 她什么时候答应了带她回家 还要跟她领证 是她的记忆错乱了 还是她的记忆错乱了 惊吓漂亮的眉头猝起 反复思索着昨天晚上发生的事 她记得他们从酒吧出来之后 她和她还闹过一点小脾气 后来她怎么哄的她 不记得了 但是身体的酸软 让她心里大概有了揣测 可是领证又是什么鬼 陆一脸上的笑意淡了些 却仍旧保持着与她相拥的亲密姿态 你昨天晚上亲口答应我的 不能提起裤子就不认账了 这口吻 委屈里含着半分脑溢 仿佛她是被她用过 就丢的什么东西 惊吓皱眉 你好好说话 她可从来不会用这样的口吻和她说话 她也不是对感情不负责任的渣女 陆一狠狠咬她的耳朵 姿态愈发可怜的厉害 反正是你昨天晚上答应的 不能反悔 惊吓感觉自己像是遇到了无赖 她要是不答应她的话 她会拽着她一直不放手 陆一是真的没想到 惊吓一觉醒来就完全忘了 委屈近也不是完全假意 她见惊吓不打算答应 恶狠狠地翻个身压住她 孩子气得动作 惊吓哭笑不得 她想推开陆一 可最后磨不过她 被她吃干抹净之后 要求立下承诺 年后一定带她回家 才同意放她和万倩他们去玩 只不过前后的心境完全不同 陆一这会儿应得格外勉强 总觉得谢霄提议去逛集市的主意 不是什么好意 这男人 大老远跑来 跟他抢老婆来了 万倩和谢霄 直接开车到了酒店楼下把人接走 陆一一双本就没什么情绪的眼神 冷眼扫过万倩 比冬日里的风更刺骨 只可惜万倩并不在意 她做事只管凭心情 况且陆一这样的角色 在她的心里留不下什么太深的烙印 也不会对家族和她 造成什么实质性的影响 陆一看着车尾灯 直到谢霄的车子 早就已经看不见了 她的视线仍旧没有收回 她在冷风里站了一会儿 才去取车 一上车 她就立刻拨通了乌丽丽的电话 要求新增加一名司机岗位的招聘需求 归父的工作 现在还不能交出去 但起码可以有一个自己的人 跟着今夏 汇报行踪也好 护她周全也罢 有这样一个自己人才踏实 今夏跟着乌丽丽他们上了车 才发现他们说的那个集市就在她家附近 如果是跟着陆一出来 她必定会中午请个假留回家吃饭 她已经很久没有吃妈妈包的饺子 有点想念 临近年关 一入集市看见的便是大片大片的红 红色的挂饰 红色的灯笼 红色的对联 还有很多属于小孩子们的红色小玩具 万倩也不管 自己还穿着高跟鞋 高兴地拉着今夏冬逛逛 西看看 城市里娇养着长大的千金小姐 对这种平凡的市井气息 接触得很少 猛一见到 觉得什么都很新鲜 不带一会儿功夫 万倩手里已经拎满了东西 各种各样 乱七八糟 她连集市上老先生挥笔现血的对联也不放过 一口气买了好多 今夏心里悄悄感叹 原来人在看到自己未曾认知的世界时都这么 今夏悄悄抿着嘴角低头 总觉得用没见过世面这样的话来形容万倩 有点不太妥当 可此刻的她 除了这样一句话 也实在是想不出还有别的什么更妥贴的形容 谢霄视线无意间落在今夏身上 正好看到她低头忍住笑的动作 男人不便喜怒的神色里忽然就有了笑意 只是极为清淡 若不细查便也瞧不出来 谢家的大少爷 自小就被按着接班人的标准培养 在月人大物上都有着极度到精准的眼光 今夏刻意压住的性格里 那点小力爪于她而言并不难察觉 谢霄想着 这样的女孩子若是真正熟人起来 应该会比眼前所见的更有趣 夏夏 人群里忽然一道女声传入 听着略略有些方言的口音 像是本地人 万倩顺着视线看过去 一位穿着朴素简单的中年妇人 正朝着他们这边走来 她没见过今夏的家人 朋友也只见过寥寥几个 她看看今夏 还没反应过来 她已经笑着小跑着过去 亲热地挽着妇人的胳膊 喊了一声妈妈 然后脑袋蹭在妇人比她还要略矮一些的肩膀上 怎么回来 也不和妈说一声 让你爸中午包饺子吧 想不想吃 今天不行 我陪朋友来逛的 一会儿 行行行 阿姨要是不介意我们打扰的话 求而不能 不等今夏的话说完 万倩先插话进来 吓吓 我和谢霄也不是外人 饭店的都要吃腻了 这是 金妈妈看着万倩和她身后站着的男人 目露差色 谢霄冲金妈妈礼貌汗手 笑容明显比初见金夏和陆一时 更温和亲近了不少 金妈妈打量谢霄 也回她一个微笑 金夏生怕万倩胡说 抢着开口 这是我朋友 万倩 后面那位是谢霄 哦 金妈妈点头 视线在万倩和谢霄之间群寻 很显然 她把谢霄当成了万倩的男朋友 万倩多精明一个人 她若是让金妈妈误会了自己和谢霄的关系 这趟T事行也算是白来了 阿姨 这位是我和金夏很好的朋友 您不介意我俩去蹭饭吧 万倩一边说着话 一边不动声色地把谢霄往金夏身边推了一下 谢霄瞥她一眼 没有拒绝 也没有刻意解释 只是朝着金妈妈露出一个稍显歉意的笑容 金妈妈自然不介意 金夏带朋友回家一起吃饭 她悄悄给丈夫发了消息 让她把家里收拾一下 免得金夏的朋友到家看到乱七八糟的会瞧不起她 金爸爸意外于金夏会忽然带朋友回家 忙着收拾完就趴在窗边往楼下看 谢霄的车子实在低调不了 一进小区就引来众人的侧目 金妈妈对车没有什么概念 只看着邻居们羡慕的眼神 也猜出来这辆没见过的车子似乎有点贵 不是一般家庭可以买得起的价位 金妈妈不动声色地听着金夏和万倩说话 眼神不时往谢霄身上落一眼 这男孩如雅斯文 与人说话的时候谦逊有理 可偏生骨子里自带的金柜和散漫压不住 再刻意地伪装也仍旧会让金妈妈察觉到端倪 金爸爸在楼上一眼就看得出使劲的车子价值不菲 他还在纳闷着小区里谁家出了个这么有钱的亲戚 下一刻那辆车子便停在了他家楼下 在看到车里下来的人时 金爸爸险些以为自己已经花了眼 他扒着窗户仔细辨认 确定是妻子和女儿的时候眼神更加不可置信地瞪得溜圆 他从来不知道自己家何时有了这么有钱的亲戚或者朋友 那辆牌子的车再便宜也起码要三四百万起步 寻常的家庭不可能买得起 电梯一路上行 金爸爸打开空门等着向妻子求助一个答案 眼前站着的谢霄比金爸爸在楼上看到的更加挺拨英俊 满脸的金贵儒雅更是让人觉得这样的男人天生自带骨子漫不经心的霸气 趁着三人换鞋的时候 金爸爸悄悄和妻子交换了一记眼神 金妈妈只是轻扯了扯嘴角 没有和丈夫做多余的解释 今下家里只是很普通的工薪阶层 家境也只算得上小康而已 这样的家庭条件自然不可能与远在千里之外的避世太子爷家相较 就连万千自己的小公寓也远比金家好出百倍千倍 谢霄的一双大长腿背卡在金家沙发和茶几之间略显逼色 但是从小良好的教养 让他很得体地忍耐着没有表现出任何的不满和不快 淡淡笑着陪金妈妈和金爸爸寒暄客套 第一次来家里也不知道你们喜欢吃什么 有没有什么忌口呀 金妈妈把刚刚洗好的水果往万千和谢霄面前推了推 准备开始做午饭 金夏最喜欢的脚子自然不必说 就算再迁就她的朋友们 金妈妈也不会委屈了女儿 除此之外 再添几个菜也算是很隆重地招待了她们 谢霄欠了欠身 阿姨不用客气 与我们而言贸然登门打扰 家常便饭已是最好的款待 好 那你们先坐着说会儿话 我们先去准备午饭 金妈妈朝丈夫使了个眼色 叮嘱金夏 好好招待客人之后便离开了 万千和谢霄 在家都是被人伺候惯了的少爷小姐 即便此刻客气着跟进厨房 大概率也只能添乱 万千单粹拉着金夏陪她说话 倒是谢霄不时低头摆弄一下手机 像是在和什么人聊天似的 金爸爸手里一边和着线 一边不忘朝厨房外瞥一眼 确认几人的眼神都没往这边看的时候才悄悄和妻子开口 声音压得极低 是在悄悄和她说私话 那个男人是谁啊 咱们下下的朋友 男朋友 还是追求者 金爸爸皱眉 口吻有些急 她从小疼爱惊吓 还没有想过自家闺女这么快就要嫁人 而且她对谢霄的印象并不算很好 她不希望女儿高攀 即便要嫁 也应该是嫁个和自己家门当户对的男人 免得将来入了豪门受欺负 金妈妈闲闲扫丈夫一言 什么也不是 只是朋友 她不管今夏对那个谢霄是什么态度 她不允许今夏揣着什么嫁豪门的梦想 前些年她身边见过一位嫁入豪门后被逼封了跳楼自杀的女人 她就在她很近的眼前跳下来摔成血肉模糊的一片 她宁愿女儿倾贫一生 也绝对不会让她有一丝风险 谢霄那样的男人 再优秀也不属于他们这个阶层能设想的人